Hello It's me 一却又恢复了日常 煮饭啊 做情的 搞卫生 听着唱歌写歌 看手机 看电视 整理花园 名符其次的 回归住家男人的生活 住家男人这个名词 听起来很不适应 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会有一天 变成了 我老婆去上班 而我在家里 等她回来 煮饭给她吃 当然我自己也吃 我是可以上座的 只是我现在这个时候 做住家男人 比起我太太有孩子的时候 做的家庭祖父 轻松的很多 因为现在孩子都搬出去了 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家 不用照顾孩子 所以就很轻松了 少了一点忙碌 多了一点时间 空间 少了一点日闹 多了一点寂寞 除了唱歌时 会发出一点声音 其余的时间 都是闭嘴的状态 无话可说 所以就想办法 自言自语一下 或者是跟你们聊聊天吧 所以就想到 如果不春去走走的话 在家里怎么能跟你们聊天 唯一的办法就是 做一点煮菜的视频吧 反正每天都要煮一餐的 所以我就做做 我曾经在经营荷兰餐馆时 学到的一些菜式 做给大家看看 如果你们喜欢 也可以做给你们的老公 或者是老婆吃的 我在荷兰做过三类餐馆 开始的是传统的中印餐馆 然后做过日本餐 应该叫日本料理 我做的是日本铁板烧 然后就是荷兰餐馆了 今天我要做的就是 荷兰餐馆里学到的 但是荷兰人的传统餐不多 很多都是拿了别的国家的餐 来做代表的 十年在荷兰餐馆里 有一样东西 我是特别喜欢的 那就是法式的洋葱汤 今天我就回到过去 重新学做这个洋葱汤 为什么说是重新学做呢 其实就是因为 在餐馆里做的分量 都是很大的 比如说一次性做 40人的洋葱汤 如果我现在也做40人的汤 那么我们两公婆 我就喝到爆酸都还没有喝完 所以我把食谱 浓缩成四人分量吧 如果老婆不喜欢喝 我一个人也可以喝得完 好 四人分量的洋葱汤 需要600克的洋葱 记住一定要洋人种的才可以哦 开玩笑了 600克的洋葱 两片月桂树叶 少许干的百里香 百里香好好听的名字 50克的黄油 一汤匙的面粉 和一公升的牛肉高汤 这个年代做牛肉高汤 不可能去用牛骨头来熬了 只有用这种浓素牛肉块 加上温水 去做成牛肉高汤了 其实餐厅里 也是用粉装的浓素产品的 如果你们不喜欢牛肉汤 可以用鸡汤 或者是猪肉汤 或者是菜汤都可以的 我自己本身比较喜欢牛肉汤 餐馆里面也是用牛肉汤 因为它的味道更适合 和洋葱的配合 然后再准备两片面包 和一点奶酪 可以用片桩的 或者是碎桩的 都无所谓 重要的是它的味道 首先把洋葱弃皮 然后确诊细小的圈状 我当时问过荷兰师傅 为什么要确诊圈状 得到的解释是 它不会那么容易地 溶解掉在汤里 那么在喝洋葱汤的时候 还能吃到洋葱 下50克的黄油 然后下洋葱 洋葱软后转中火 现在这个洋葱就已经开始了 全部软化了 吃完 看开心 所以就把它炒到半火 半火这里就是 一半哦 600克 600克 然后把洋葱炒到 开始焦糖化 再加上一汤匙的面粉 这个炒的时间 大概去到30分钟左右 现在可以下一层面凉了 现在可以下一层面凉了 然后用油 接触一下 把那个香味熬出来 把那个香味熬出来 我们的... 母肉汤 我们的母肉 我们的母肉 我们都是拿两个吃的 然后 然后 母肉汤 那洋葱还没有煮进去 所以要熬它20分钟 把那个洋葱跟那个牛肉 混合在一起 达到最佳的效果 水开了 然后 然后找一个比汤碗小一点的 做一个圆形的模型 多出来的就可以 就不要好 Air Fryer 200度 先热它一分钟 放进来 把它关掉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就试一下这个汤 那个,现在是那个甜味 那个洋葱的甜味全部走出来了 其实我一直不明白这个面包 跟这个牛油他们那个吃法是怎么样的 需要一点茶 然后把它 那个 那个 奶酪 配上这个洋葱汤 天下一绝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那些洋葱 没有完全的烂碗 是吧 所以这个它就会一节一节的 然后这个面包 加上这个奶酪 然后这个面包 就是那些肠 法式 法式面包 我觉得不大好 因为它太厚了一点 而且它 太 就算我们切肠型的 也没有这种 普通面包好 我觉得这种普通面包就更好 汤汤啊 汤汤里面的我们都是用那些法国面包 藏藏型那种 然后把它切 藏块 藏方型 哇 这种汤 喝了一碗可以再喝多一碗 一定要这个奶酪 奶酪就是 我就比较喜欢这个 老一点的 那糖还用上茶 哈哈 真的是very good 那个白鲤香 的确是很香 很香 还有这个 椰柜椰 你看这个 面包已经 就是啊 我们吃茶的时候 那个饼干 点在那个 茶里面 然后吃的话 也特别好吃 它这个 我看它那个 idea是一样的 就是那个 面包在汤里面 就很容易软起来 就很容易软起来 然后那个奶酪鱼 因为它日锅嘛 日锅它就会 有种湿的感觉 黏着在一起 它就更顺略 又更顺略不一样 又更顺略不一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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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的 它8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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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 好,洋葱汤就到此为止 下一次我们再去看一下 荷兰餐有什么是值得 推荐给你们的 但是这个洋葱汤大家必须去试一下 而且很简单,不是很难 就是洋葱 面粉 百里香 约会叶黄油 就是那么简单 好,再加一点 太香了 听讲明天会更香 以前餐馆做起来的时候 都是隔一二天才卖 特别好卖 然后它还有一个方式就是 这些汤都可以拿来戒饼 然后几时想喝的时候 就拿出来用慢火再把它 重新煮一下 那个效果不比新鲜的差了 很棒 很棒 一碗这样的汤 加上那个面包那些奶酪 那些老外们还拿来当是前菜 哇,吃了肉饭糖 那个当前菜之后 牛扒就不用吃了 可能我们是年纪大了 如果是年轻的人 年轻的人就无所谓 好,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集再见 都西纰 是小离